我們剛剛第一節的課程當中 大概基本上除了稍稍做前面的一個 回憶一下之外 我們慢慢的要待進整個應許之地 應許之地 不論是我們教材或是這本人文實地裡面都寫得非常清楚 但是呢我們要在這個課堂的主要的系統當中 會稍微補充一下 在這邊呢沒有寫到的或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以色列國以色列加南地呢這個土地 它的來源人口的來源 人的來源就從亞伯拉罕開始 這是我們前面那首歌當中 要帶進來的一個最主要的因素 沒有亞伯拉罕就沒有以後的以色列民族 一定是這樣的 因為它是第一個種子嘛對不對 因信進去的 它要開始這麼一個信仰之路 所以它本身 你就會發現它是一個亞南人 隱身下來文化的再轉變了 慢慢的轉變了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這邊我們就跳過去了 第二個 以色列百姓在歷史上呢 比較重要的就是從1522年 當然在1800年左右他們下埃及之後 這一段我們就不再講 這是在創世紀裡頭所寫的組長時期 組長時期的四大組長 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 跟約瑟 所以從亞伯拉罕以後呢 就進入一個地 就業當中的另外一個時期的 他之前呢 是巴別塔時期 他的後面呢 就是 沈簡選的就開始進入組長時期 組長時期之後 到約瑟進埃及 到約瑟雅各進埃及那段時間 他們當時統治埃及的是西克索人 西克索人 這個資料 你可以看七刀本裡頭就寫到了 那這個資料是蠻正確的 所以後來在楚埃及記的 第一章第二章那邊就寫了說 有一個不認識約瑟的往期 有沒有 他就用這句話而已 其實他沒有交代 他如果要交代的話呢 可能要寫很多歷史 尤其把十八王朝的歷史東放進去 那我們這本聖經就不得了了 我常常套一句話說呢 聖經寫得太詳細 聖經一個有車 你賭都賭不完啦 還好就是那一段就把它截掉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收集資料 就業成書史裡頭在提到 他們收集資料的時候 是以猶太人的主觀觀念 跟他們沒有關係的 他們就不寫了 不知道的也不寫 不了解的也不會寫 所以他直接就寫了 不認識他們的新往興起 其實這個新往已經不是原來 統治埃及那個系統 原來統治埃及那個系統呢 也不是埃及人 他們是黃種人 是西克索人 住在兩個流的頂端 也就是在高加索這個地區的民族 這個民族非常強悍 你們可以一跑跑了幾千公里 去佔領一個土地 所以古代的軍人都是很厲害 很會打仗 那四大族群之後 四大族長之後 就要馬上進入一個 寄居的時期 寄居400年到430年 因為兩個地方記載年代的數字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以400到430 都現在記載一次 後來呢在這個出埃及這邊 是記載一次 兩個年代不一樣 無所謂 因為兩個系統不同 因此呢 400年記載之外 馬上進到摩西一代的以色百姓出埃及 那麼摩西一代的以色百姓出埃及到近江南地這40年 在整個人類歷史來看 40年是非常非常短 但是呢 在就約的歷史分段當中 把它當作一段非常重要的資料 你看這邊一記就是500年 你40年跟500年怎麼比啊 這邊一記有2458年 對不對 你40年跟他們比 小無見大無啊 可是要知道 聖經裡頭 從出埃及記以後 每一卷聖經 都提到 出埃及 近江南這一段歷史 你看讀一讀 到新約還在講 還講到以色百姓 曠野的生活 40年的歷史資料 每個君王 每個先知 每個寫聖經的人 都一定會提到他 哥林多前書13章怎麼講 說你們經過雲夏 從哈里經過 是不是出埃及 出埃及 進江南的一個過程 也是一樣 主要是說 你們不要為 這個吃的東西勞力 他們說 這個會 我會的東西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祖先吃麻辣 也就是說 吃的麻辣有沒有活著呢 都死掉 你看還是引用出埃及記憶 這一段歷史 所以40年的歷史資料 你要把它讀手 而且這40年的歷史資料 所有的先知都提到 包括以撒爾先知 以利亞先知 耶利民 全部都提到 你就知道 40年的曠野 這段歷史呢 它在整個以色列百姓的 歷史當中 何等地位 所以就在 旧約歷史的概論裡頭呢 把它編成一段 這一段 單獨存在的一段 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提供給大家資料 它40年當中 雖然只有寫到前面一年跟後面一年 但是它 章中38年都沒有寫 38年都沒有寫 原因在哪裡 我看幾個作者在講 這不是我講的 我比較認同的看法是 因為他們 常常患同樣的錯誤 發怨念發怨念發怨念 爭吵爭吵爭吵 一大堆問題 貪心貪心貪心 所以這些事情 都是一再的寵物的時候 你想 作者本身要不要幫他保存呢 就不用了 就記者一套就好了 你買書呢 好幾套都一樣 你買一套就好了 買那麼多套幹什麼 在講到這些嘛 對不對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那麼 那麼他所走過的行程呢 你可以看 民宿記的33章那邊 33章那邊 記者他們經過 前前後後 經過42個戰 42個戰 那麼這42個戰呢 每一個戰的戰民 從南塞出發 到蘇格 到什麼利菲丁 到什麼馬拉西南 一戰一戰過去 每一個戰 你去查他的聖經 人民地名 那個說明的時候 你覺得很有趣 原來在形容什麼 在形容我們信仰生活的過程 有時候呢 我們會發怨念 有時候我們會貪欲而死 有時候呢 我們就怎麼樣 怎麼樣 都在形容我們的人生啊 所以呢 那事實上整理出來的話呢 都可以做講章來講 一戰一戰講過去 非常精彩的 把他的背景 把他的歷史年代 把他的意義 然後再做我們生活上的教訓 都很豐富的 所以 這邊呢 我們就把他說到這個地方 從114020進去以後 就開始要進入一個建國的時期 當然呢 耶穌亞紀世紀 所以我們在看聖經史地呢 基本上架構 我們在寫的時候呢 還是沿著歷史在走 這樣我們就不要清楚 那現在我們要看的是說 在聖地的士林 你看一下這個聖地呢 他本身呢 很多民族 因為在這麼一個民族當中呢 我們就發現 他產生了一些問題 跟外面的融化的觀念 所以有些地方呢 你就發現 他跟外祖產生問題 比如說路德記 他們在四世時代 路德記是四世時代的背景 那路德記呢 他本身 他發生的地點在哪裡 從猶大跑到摩亞 又跑到猶大 摩亞就馬上出來了 因此在我們讀經的過程當中 在學習地理當中 你也要稍稍了解到說 這麼一個聖地 他的士林 到底有哪些民族 那你如果大本 這本的話 你可以翻開來看 我們把整個地形 畫出來之後呢 慢慢的講 點畫出來 你就可以馬上知道了 因為大家都 聖經都非常熟的 在這麼一個 迦南地的四周圍當中 從歷史當中 大概可以發現的 有幾個外祖 跟他們都發生關係 除了兩河流域之外 這兩個我們就不講 兩河流域的四大王國之外 北邊 東北邊的 是亞南 所以到以色列國的時候 南北朝 從933年 之後 分成南北朝 9330分成南北朝 當然我跳得很快 從140年 馬上跳到933年 為什麼 因為這段時間呢 包括一個什麼 四十時代 四十時代 四十總共有十一位 一直到 善謀先制為止 善謀先制他 帶領的時期呢 是待在祖前的1110年 這不用再講 你不要記了 再記下去你頭就大了 1110年 1110年之後呢 歷嫂的為王是1053年 1053年是我們要記的數字 那你記不了也沒有關係 就是1053 四十年以後 換大衛王 1013 結果四十年之後呢 973 這是索羅門王 經過四年之後 969 蓋聖殿 到933年 這一年呢 王朝 從聯合王朝 分裂成南北的 分裂王朝 就是北朝 以色列國 南朝 有兩個國家了 兩個國家呢 這兩個國家呢 當時呢 以色列國 在史萊的 代表是耶路撒冷 這麼小小的以色列國 它本身呢 家在什麼 雅南 有大國 以色列國跟尤大國 這個國家 它夾在什麼 尤大國 跟雅南國之間 所以當時最出名的 雅南國 有好幾個王 我們到 我們去整理它 這要整理的話 都會寫一套的專題的 最出名的是 乃曼元帥時期 有沒有 乃曼元帥 那是什麼 雅南王的将軍 還會打仗 皮膚病 麻風病 後來就跑到 以色列國來 那麼他不是跑到 尤大國 你講到的時候 一定不會講到的時候 然後他跑到尤大國來 那就大錯特錯了 他是跑到以色列國來 當時的王是誰 雅哈王 哎呀 這個雅南王 要找我的麻煩 叫一個麻煩病的人 叫我醫治 我去哪裡找他呢 我去哪裡找他呢 沒有想到 偏偏跑一個女孩子跟他講 叫他去找先知 找先知 所以他要找的是誰 要找的是以利莎先知 就這麼一個過程 這麼一個過程當中 你就知道呢 原來這個亞蘭國當時也是很可憐 為什麼 他夾在這個亞蘇國 跟什麼 以色列國之間 所以這個是環環相扣的 亞蘇國在這邊 這邊一個亞蘭國 亞蘭國在這邊 這邊以色列國 也只有在這邊 有大國 有大國在這邊一個埃及 所以你馬上可以看出 一系列的 說說說說說 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 亞蘇要打以色列的時候呢 一天要先滅什麼 滅亞蘭國 所以亞蘭國後來是被亞蘇滅掉的 聖經裡面沒有寫 打了他之後呢 又來攻打以色列國 所以722年以色列國就被滅掉的 所以第一個 在歷史上呢 很出名的外祖就是亞蘭人 第二個 在這麼一個 以色列的東邊 他亞蘭祖是分布很廣的 接著 在史萊的這個地區 史萊的這個地區 從北邊的 哥南高地 激烈高原 再下來呢 就是摩亞人住的地方 加上旁邊 東南邊的 亞門人 就這樣 形成一個 一個很大的平原 那麼摩亞人呢 他看起來是跑到這邊來 其實呢 他有時候又被趕趕走 所以他有時候被 什麼樣被亞門族又趕下來 他們本身也是會吵架的 所以地界一直都不很明顯 一下子亞門人跑到他上面 一下摩亞人跑到上面 跑來跑去 所以這個你就記得 這邊有兩個民族 摩亞跟亞門 一個摩亞跟亞門 所以 猶大 以色列國 他的北邊有亞南 他的 東邊呢 摩亞跟亞門 摩亞跟亞門 就像 亞門呢 不是在摩亞的南邊 就像我們想說 屏東 屏東是在高雄的那一邊 很多人都認為說 屏東是在高雄的南邊 對不對呢 不對 屏東是在高雄的東邊 東側 你看注意看 那個地圖就看得出來 所以是一個錯覺 所以這裡有兩個民族 一個民族 這兩個民族 在歷史上跟它發生關係的 路德記最清楚了 對不對 路德記 就是跟摩亞人發生關係的 而且後來的摩亞跟亞門呢 一直打到什麼 跟索羅夢也打過仗 所以你就知道這幾個民族都是 壽命很長的 壽命非常長 我們沒有辦法做專題的解釋 好 東南邊 講完了 西南邊呢 這邊馬上進入什麼 埃及 埃及 那麼埃及在當時呢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民族 因為他們文化已經非常高了 十八王朝以後 一直漸漸建立起來 埃及呢 在當時是一個很善戰的民族 所以你看 亞蘇王 跟巴比倫在戰爭的時候 亞蘇跟巴比倫在戰爭的時候 西元前的 六 六零 六零四 六一四 開始戰爭 亞蘇王被打敗 跑到東西邊的加基米斯 我講就好 你們不要急 因為太多了 跑到加基米斯來 這是六一四年 六一二年 結果呢 他跑到這邊來的時候呢 怎麼辦呢 已經打敗了 因為當時的 你不講你是要 一四很厲害 他打到這邊來 所以他從這邊怎麼樣 求埃及王 幫忙 為什麼他會求埃及王 埃及王幫忙他呢 因為他們之間有貿易關係 兩個強國之間都講好了 這邊通通吞掉 所有的路權 所有的貿易 都是他們佔領的 而且這邊很喜歡這邊的文明 這邊很喜歡這邊的文化 因為兩個流域的文化很高 知識很高 一切的藝術什麼都有 所以埃及本身 它本身有兩種文字 一個是象形文字 一個是蟹形文字 跟亞南文都有關係的 他們有關係 所以兩邊夾擠 他就請埃及出兵來幫他們 打 巴比倫國 那個時代呢 就是約西亞王 他從這邊派兵 經過這邊 法老 當時的法老叫什麼名字 我相信我們在座很多讀國中的教育 你都記得 法老寧歌 有沒有記得那個名詞 法老寧歌 派兵去 當時約西亞王 去尤大王的倒數第四個王 來阻擋他 在哪裡阻擋他 加基米斯 在這個米斯就阻擋他 後來呢 被埃及的軍隊一箭射死 約西亞王是好王 可是呢 竟然被射死 這個國家就結束了 就幾乎走落沒落的時期 所以呢 當時就是 為了614年的戰爭 614年的戰爭 慢慢的一直打 最後呢 就被整個 這邊打敗以後 就整個被亞蘇國佔領 所以你就知道 南邊 東西南邊 還有一個埃及 一個強國 在整個以色列國這邊 幻影當中 跟他們相處最久的 而且跟他們佔領的 還有一個民族 就是在這邊 沿海地區的 菲利斯人 菲利斯人 等一下我們再把地圖打出來 菲利斯人 他住在呢 他的 東南邊 西南邊的地方 所以埃及 跟他們緊鄰 叫這個地區 菲利斯人 從什麼時候開始就有了 從殘存的時候就有了 從殘存的時候就有了 一直 到什麼時候才被毀掉 一直到希臘時期 希臘的時代才把它毀滅掉 菲利斯人生存時間非常非常長 可以說呢 跟以色列國呢 都有相同的命脈 那菲利斯人從什麼地方來 加菲陀 就是地中海的最旁邊 克里特達那邊 早期叫做加菲陀 加菲陀 到這邊 他是海上民族 到這邊 以色列的百姓呢 是 山上民族 從這邊過來 誰怕誰 我海上民族 你山上民族來打嘛 就加菲陀 什麼地方打呢 就在斯波拉山地 在以色列國中間 斯波拉山地 猶大山地那邊打 五個山谷 一天到晚在打 嗯 誰贏誰就搶 就這樣來的 所以 從這裡呢 我們就看得出來 有這些民族 再加上 斯埃下面 這個一個西南半島 北邊呢 有一個米甸人 以東人 兩個民族 米甸跟以東 所以以色列 在這麼一個迦南地 在歷史 很長的歷史當中呢 他的仇敵呢 他的敵人呢 包括 亞南 摩亞 亞門 以東 米甸 這裡來一個什麼呢 菲尼基 外族 而菲尼基 最出名的 兩個城市 就是 推羅跟西頓 索蘭門王取的 就是西頓公主 把偶像當作 嫁妝嫁過來 巴黎 把偶像當作 巴黎呢 跟亞斯塔努 當作嫁妝嫁過來 所以呢 整個 我們先看一下 就是這樣 第一個 最北邊的 亞南 跟菲尼基 兩個小民族 第二個 東邊的 摩亞 跟亞門 第三個 南邊的 以東 跟米甸 第四個 西南邊的 埃及 跟菲尼基 所以你再算一下 這些民族 你都要把他搞通之後呢 你在讀聖經 都非常清楚 整個外族 今天 他們這個民族 國家民族 跟人家打仗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戰役 利益在哪裡 就是 金錢 路權 跟主權 而他們打的國家 一個打一個 兩個流域之間 像這個 亞蘇國 打亞南國 亞南國打他 他打他 他又打他 可是 尤道國 每次都打敗 最笨的國家 最笨的國家 後來 亞蘇國 把亞南國打敗了 又打到以色列國 把他併吞了 在併吞之後 興起一個 他往西邊打的時候 這邊跑一個 這個 巴比倫國興起 所以巴比倫國 又把他打敗了 又吞到 尤道國來 就這麼一個 一再的 一再的 所以這麼一個 弱小國家 能夠生存 只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蛤 蛤 蛤 答對了 敬畏神 整個西亞這麼一個國家 這麼多的國家 就是強啊 很強 超級強國啊 亞蘇超級強國 巴比倫超級強國 亞南超級強國 埃及敲超級強國 這個小國家 你不要小看他 摩亞 亞門 以東米甸 菲利斯人 菲尼基人 都是很厲害的 你不要聽我說 小國家很厲害 都很會打仗 很會賺錢 很會搶生意的 你這麼一個弱小國家 怎麼辦呢 好了這個以色列國 不守神的道理 毀滅掉 有道國 什麼要保留下來 唯一叫他們生存的條件 敬畏神 或者什麼都別談 你什麼天天更好呢 哪個條件比人家好 人口比人家少 土地比人家少 這個軍隊比人家差 政治經濟 什麼都比人家差 只有這麼一個條件 就是敬畏神 他才能夠生存 這是我們今天呢 在學這麼一個 士林的 地理跟歷史當中 你能學會的 你能學通的 今天我們在真術教會 你要生存下去 你不管我們是大的教會 小的就不管他 敬畏神 就靠我們大家了 好那我們現在拍照 好我們先一起默道